歡迎來到實體小科子的頻道 今集內容突急的了 因為兩點鐘就是TLM開始開賣 究竟這個幣有沒有前途呢 應該留一點還是放曬呢 策略是怎樣呢 事不宜遲立刻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幣有些人就 人是很神奇的 問小科子這個幣有什麼用 我就坦白講我研究過的 因為 送給你的東西 通常都不會太上心 送的東西 未必好啦 AirDrop那些東西 但現在就 即是看到價格走勢不錯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價格挺好的 由上市第一天 由一兩元升到現在 四五元甚至高見 七元 那一會兒開始 價格多少呢 我一會兒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這個幣做些什麼的呢 最主要是一個遊戲來的 而這個遊戲 都挺複雜 所以你可以按入官網兩個 一個呢就是這樣的樣子 介紹這個幣或者這個世界 是做什麼 很科幻的 看完就知道玩什麼的 那就是 另一個呢就是 要登入進去玩 我都沒試過玩的 因為都 這個世界上千上萬種幣 都沒有時間 太大研究 最重要是你看價格 不要賺 我知道你們想說這些 但是呢 都要這麼說一說 究竟這個遊戲玩什麼的 那admworld呢 是一個 六個虛擬星球 帶來nft挖礦 治理大碰撞 聽不到不知道有什麼 最主要呢 就是一個全新的構思 那這個就是 結集了 圍繞土地挖礦 就是可能是 你現在在幣安裡面挖礦呢 就得到一些資源 這些資源呢 可以讓你做買土地 可以讓你做一個卡牌遊戲 也是一個去中心化的自治組織 可能可以參與一些 投票 我猜是這些 最後啦 這裏都不詳細多說了 我猜你都不會看的 不會玩的 我不知道 可能你也會玩 玩完之後 分享給大家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 什麼 跨年Defi Alien 地產 太空Dao 等等等等 聽完之後什麼 小火之人 一句話 兩點鐘 你看空還是看淡 究竟它放了還是放一半 立刻看看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究竟那個 我們要估計 那個 升和跌之前 就一定要看看 之前 在Binance的項目 通常是升還是跌 之前有什麼project 最近那個 就是將軍路幣 再前一點 就是 Dudu Dudu 都是一個 不錯的 開頭 但是之後 我都有買過少許的 但是最後都放一點 好像橫盤了很久 都沒有什麼特性 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就放鬼了 都是一個 先高後低 原來看過幾個project 我麗絲也是這樣 先高後低 之後 Linear 這個Linear比較有前途 高後可以維持著 不錯的高位 最後 就是另一隻 叫將軍澳幣 不是 Tolco Crypto 印尼的交易所幣 都是一開始之後就插 所以 小弟 如果你想賺快錢 因為 這最近 這個畫了很多 小弟也放了不少BNB 他們畫了不少這些 Alienworld出來 都 很可觀 如果真的賣5、6元一個 那些人都成份量了 所以 很不錯 一個幣3都是500 400多元一個 那這個100個都4000元 是不是 100個 100個4000多元 所以 留多少呢 我建議大家在兩點鐘的時候 就放了絕大部份 如果你有100個 那你放六、七十個 留三 二、三十個 就放在這裡 甚至乎你放了也無所謂 因為你覺得這些是沒有成本的 所以 比較建議大家 一開賣 這個價錢都算不錯的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開賣 但是一開賣 供應那麼多 一下插進去3元也未定的 所以 將軍澳幣一開波 就是3.5元 但是中間插進去2個多 又回到3元 3個多 大家會不會覺得 一放完之後 再有機會彈升 就未必的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這樣說 但是 世事無絕對的了 所以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先放了 獲利先 剩下部份的 你自己決定了 我們今集差不多了 剛才在 Telegram群組裡面 問大家的意見 究竟你們覺得 一會兒開市會多少錢 你們 你們真是不老實 7元 現在 5個多 怎麼會供應多了變7元 大家都是那句 世事無絕對 先放所為妙 我們今集那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